Hello 大家好 我是波波来自重庆 其实呢 我平常是一个特别爱美的人 和大多数女生一样呢 非常喜欢漂亮的衣服 包包这些 也很喜欢自拍 有时候呢 拍到好看的照片 我甚至会盯着自己欣赏好久 超级的自恋 那时候呢 手机里也都是自己的照片 虽然我很爱美 但是呢 却不怎么懂得保养皮肤 仗着自己年轻嘛 觉得随便差点什么 皮肤看起来状态都是很好的 所以呢 我的护肤品都是随便买的 甚至经常会因为喜欢一款包装 而去为产品买单 什么成分啊 效果啊 根本都不懂 还好呢 我一直都比较幸运 就连大多数人会变丑的孕期 我的皮肤状态居然比平时还要好 白白嫩嫩的 所以呢 那些年我一直抱着这样的侥幸心理 随便用着护肤品 原本以为好的皮肤状态能这样一直保持下去 可是呢 到了哺乳期 整个人浮肿 发胖到了120斤 全身的皮肤都变得很松弛 加上呢 心思全在小孩子身上 也没有精力去打理自己 为了遮住我的肉肉 衣服也只能去选择一些肥肥大大的款式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我也不再自拍了 那几年手机里面几乎只有孩子的照片 大家知道小孩子怎么拍都好看 而我呢 大概当时就是属于那种 十几美颜都救不活的 那有一天呢 我从工作室楼下经过 突然一个人拦住我说 姐 到我们店里去 去一下班吧 我说我不需要 她说 姐 你去一下嘛 你看你的班这么明显 我们效果很好的 哇 我当时就是气得我一股火就冲脑子去了 我说 去什么班 谁是你的姐 我有那么老吗 然后呢 我就很生气的回到了家 到时呢 我就对着镜子看了很久 因为平时我戴着眼镜哈 我以为别人看不到 那天我仔细一看 我的皮肤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变得干燥 松弛 暗淡无光 色斑也很重 加上我的那个黑头也是非常的明显 更恐怖的是 笑起来居然还有了鱼尾纹 当时我就觉得好委屈 怎么就一年多的时间 生了个娃而已 自己就从一个少女变成了大姐 当时呢 我就突然下定决心 我不要再这样丑下去了 我要减肥 我要变美 然后呢 我就开始尝试去更换护肤品 一次比一次买得贵 还花了不少钱去美容院做护理 钱是花了不少 可是呢 我的皮肤依然还是老样子 记得那时候早上送小孩上学 六七点过 其实天都还没有完全亮 但是呢 我担心遇到熟人 不管再忙 我都会胡乱抹一点嗶嗶 才敢出门 在我无计可施的时候呢 我就想到了通过医美来改变自己 同时呢 我也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呢 给自己做了一个规划 我想呢 我要去填充我的内钩 额头 甚至呢 还想去抽资 但是呢 我又很害怕 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呢 我把这个计划告诉了我的老公 我想 他肯定会阻止我的 对吧 他说什么 哎呀 你不用整那些 你已经很好看了 可是当时我把这个计划告诉他的时候 我真的让我惊掉了下巴 他居然没有反对我 还很支持我 哇 其实我当时 虽然得到了他的支持 但是我的内心是很崩溃的 果然 我已经丑到了一种 让他感到丢脸的地步了 对吧 那时候没有事业 又胖又丑 就变得极度的不自信 而他呢 每天工作 很忙 天天加班 我甚至就会经常去假想各种的一些情节 他是不是在忽悠我 有那么忙吗 天天加班 然后呢 我就下定了决心 跟我的朋友去做了面诊 好论方案 那是我第一次去整形医院 当我去到那里的时候 目光所及之处 每一个女孩子都是非常的年轻漂亮 身材也很完美 就连我们女生看了都非常的喜欢 更不说难得了 对吧 当时呢 我的危机感又被放大了 那天面诊完了之后呢 接受的比较早 我朋友说 哎 反正没事 我带你去参加一个沙龙吧 去玩一下 我想反正回去也没事 那就答应了 当时去的时候呢 把一个个子高高的男生 正在分享一款产品 虽然我没有主动去跟他说话 但是呢 我却被他的内容所吸引了 刚好那时候正处在容貌焦虑期 只要是一点什么信息 对变美有帮助 我都会比较感兴趣 当时听他说这套产品呢 抗摔了 亮白肌肤的效果都很不错 那我就很想试一试 刚好这时候 桌子上是有一套 爱斯洛特真言行李 我一眼就看中了中间那个蓝色的玻璃小屏 视觉上我就觉得它应该是最贵的 然后我就拿起来滴了一滴在我的手上 颜色呢是那种半透明的 推开之后润润滑滑的 还有一股淡淡的花香 非常的高雅 本来晚上回去以后呢 我就把这个事都已经忘了 在我醒脸的时候呢 无意中戳到了我的手背 发现上面有一块特别的滋润 诶 我突然反应过来 这不是白天我除了精华的地方吗 顿时我的心中是一阵暗自窃喜 诶 这样这个保湿效果真的像它说的那么好呢 所以呢 开业之后 我就迫不及待的买了一套爱斯洛特回来 我有单独测试它的效果 我把刚刚买了一套化妆品 都拿去送人了 说实话 它的眼霜真的很打动我 40毫升 几乎跟面霜差不多 以前呢 我给我婆婆妈买的眼霜都是15毫升的 她每次呢 都舍不得用 我就看她经常在那里扣很小一点一点 在那里按摩按摩 哎呀 我说你多扣一点嘛 她说这么贵 我少用一点 慢慢按摩就好了 可是换上这款眼霜之后呢 她终于实现了眼霜自由了 我也是非常的开心 那爱斯洛特真言心理一套用下来呢 其实我都非常喜欢的 但是有一说一 那个时候我觉得霜很油 我推荐了几个朋友跟我一起使用 他们也说对霜有点小失望 太油了 那我们讨论之后呢 就决定白天我们不用它 只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用 直到有一次呢 参加会议 听老师讲解 了解到原来这个问题呢 是由于我们脸部的清洁不到位所导致的 老师就建议我们搭配清洁四件套去使用 那这样我们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油力感慢慢的就消失了 现在呢 吸收也是越来越好 就这样到了第二年的夏天 有一次呢 跟朋友出去玩 天气很热 他们就一直在那里喷喷雾说 啊 好干 好干 今天好热 哎 可是我却没有这样的感受 我突然反应过来说 我的脸怎么不干呢 重庆的夏天呢 空调经常都是24小时开着 即使我用了加湿器 晚上还是会脸干到痛醒 所以呢 我的枕头边一直都放着一瓶喷雾 随时干醒了 随时就喷一喷 就是我如此严重的大干瓶了 这套产品居然都可以给我补到水 并且呢 锁住水 那我当时真的是开心到要飞起来 以前呢 我还有个习惯 我从来不会连续用同一品牌的护护品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品牌动不动就有单品被爆出来不合格 有害化学成分超标等等 所以呢 我就想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 我就换着用 就算哪一个有问题 我也不至于中毒太深 对吧 所以呢 艾斯洛特真言心言 其实是我唯一一一套愿意去连续使用的护护品 那到现在呢 我已经使用了两年半的时间 大家看看我现在的皮肤状态怎么样 是不是比两年前透亮了许多呢 而且也变得更加的细腻了 其实我的斑呢 也淡了很多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又开始重拾了我的自拍爱好 现在我的手机里面 满满都是自拍的照片 那已经不止一次 有人问我是不是 哎 去把脸给整了 即使是我再认真的去解释了 他们仍然心存疑惑 还好 我三千两头都在朋友圈打卡 他们只需要反过去看我的这些照片 就能发现我一路过来的变化了 因为我的皮肤改变了 很多朋友也跟我一起 换上了艾斯洛特真言系列 跟我一样 他们的收获也很大 我经常开玩笑说 将来孩子结婚 你能不能赢过你的亲家母 那就看现在有没有去认真保养了 我喜欢的产品呢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但是这里呢 我最想给30家的姐妹们推荐的是这款胶原蛋白 你只管每天坚持去吃它 有一天你会不经意的发现 全身的皮肤都变得更加的细腻 紧致和Q弹 特别是不入期以后 我们胶原蛋白大量的流失 导致某些部位松软下垂 如果你有这类的烦恼 请一定坚持补充胶原蛋白 它是可以帮助到你的 胶原蛋白种类繁多 如果你不知道如何去挑选的话 那就直接来抄我的作业吧 正因为爱动美产品 给我带来的持续感动 让我爱上了这个品牌 从一开始的换个品牌试试看 到现在 我已经成为了一个资深的爱粉 感谢爱动美产品 给我重新树立了信心 走在路上再也没有人 拉我去去班了 我也不再因为容貌而焦虑 发自内心感谢爱动美大众精品 对我的帮助 如果你也感兴趣 建议跟我一样 换个品牌试试看 也许能收获属于你的惊喜哦